如果要想直扑海棠也必须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大潮在经过加兆大桥精彩瞬间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Y型潮 腹部横 在江中这条白色的丝带就像是 现在在大堂上聚集了一些游客和观众 但显然数量并不多 因为现在我们所在的大缺口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缺口 逆流而上的大潮 在经过了加兆大桥到大缺口之间 会经过沙洲的层层阻挡 被分成东潮和南潮 当然沙洲不会偏向另外的一方 南潮如果要想直扑好历代的头等大势 因为它关乎百姓和两岸泛黑的部分 就是南潮正在慢慢的侵蚀 我们可以用耳朵去听 而受到沙洲的阻挡 此刻的潮行已经出现了变化 究竟会直扑难按吗 潮水已是横扫北岸的石堂 又一股浪花 观众不时发出惊喜 这把巨大的铁扇一片接着一片下马威 有发挥它的力量和优势 因为专家曾告诉我们 在经过大缺口才是一路西行的开始 感谢